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就贴上符字 这边没贴上符字 外面有 外面有 前面 在我后面那边 符追着我们 这符呢 符字有一些人干脆倒过来贴 意思就是 符到了 符到了 那人们碰面的时候 就会彼此恭喜恭喜 所以祝各位新年蒙恩蒙福 然后我们基督徒呢 除了口头上彼此祝福之外 我们还可以为他人祝福祷告 请上帝赐福给他们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看 主导的圣经教导 那我的题目就是 新年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把敬拜赞美献上给你 在这个年初二 我们在这里给上帝你拜年 谢谢主你所赐给我们一年的保护 一年的供应和赐福 主啊 愿你这祝福 祝福的都灵在我们每一个人 还有我们的家人 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我们信靠你的大能 我们仰望你的恩典 求主的话语再次地激励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活出奉圣的生命美果 荣耀你的圣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旧约明书记第六章呢 当年耶和华就吩咐摩西二十三节说 你告诉亚伦父子 要这样的为以色列人祝福 那么在二十七节 上帝也允许当祭司祝福祂的子民的时候 上帝也大大的把祂的福赐 赐给祂的祭司们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就是 祝福的源头不是来自祭司 乃是来自上帝 那么神不但吩咐亚伦父子 就是他们神的祭司们 你要祝福以色列人 我的子民 还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祝福他们 因为神知道 他子民最需要什么 要怎么样去祝福 那神给他子民的祝福祠呢 就记载在明书记第六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这段经文三节经文 通常被称为是亚伦的祝福 或祭司的祝福 是以色列人在会幕敬拜 然后后来在圣殿敬拜的一个传统 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程序之一 在初期教会门徒们 他们在写给众教会的树心中 通常就会用神的名来祝福众教会 比如保罗 子徒保罗 他就在哥林多后书结束之前 这样祝福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姐妹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是不是听来很熟悉啊 是我们牧师们都用 通常就用这段经文来祝福兄弟姐妹 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保罗这个祝福祷告呢 和明书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里面的祝福祷告 就是相互呼应 让我们感受到 体验到上帝的祝福是那么的丰盛 是那么的多元化 能够满足我们人类身心灵 多元化的需要 好 保罗 包括今天的我们 明书记 明书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请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造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Amen 这段经文里面 神吩咐亚伦 以耶和华的名字 来祝福他的子民 神的用意就是 让他的子民知道 认识到神的属性 他的永恒 他的圣洁 主权 信实 恩典 怜悯 以及与以色列人立月关系 这位伟大 满满恩典 圣洁的上帝 伸出手 祝福他的子民 神能够 他能够 他也乐意祝福我们 他会不会不祝福我们呢? 不会 因为祝福他的子民 祝福是神的属性 他一定会祝福我们 当然 罪 能够就是与我们 与神隔离 但是他 就供应了我们一个 脱离这个罪捆绑的 途径 愿圣灵的光 光照我们 在我们进一步 理解这 明书记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意 这段经文呢 里面有三重的祝福词 每重祝福词都有两方面 我们来看看这三重的祝福词 第一重祝福词 就在明书记第六章二十四节里 那你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重点是耶和华赐福给我们 耶和华保护我们 另外 在原文圣经 这个你字 你 这你字 是单 这一个单数词 单数的字 也就是耶和华的赐福 是用给每一个子民 不单是基士 不管是某某人 而是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 耶和华怎样祝福我们 保护我们 好 只看圣经几个例子 旧约圣经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 叫他的名为大 甚至叫世上万族的人 因亚伯拉罕得福 还有上帝继续的赐福 给他的后代 以撒 雅各 约瑟 摩西 等等 到了新约 神指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也给许许多多的人祝福 比如 我们读到就是 那患了十二年血肉病的女子 耶稣向他说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主也特别去到 去到哪里 去到井边 去见那撒玛利亚的妇人 为的就是要赐福给她 为的是要改变她的命运 告诉到上帝的佳音 的福音 还有还有 耶稣当时也祝福了瞎眼的 缺腿的 瘫痪的 患大麻疯病的 真正在十字架上 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 那个强盗 如果你看圣明记二十八章 一到第八节 那你就记载了上帝 许许多多的 的赐福 我们简单看四个就好 你回去 再自己读圣明记二十八章 第一个就是在二十八章第六节 那你说平安的福气 神赐给我们出路平安 多么好 六六节说 你出也平安 你路也蒙福 第二个神的保护 第七节 神允许我们不受灾难 那个凶恶 那你在第七节节说仇敌 仇敌呢 就起来要攻击你 耶和华必施 你们在他面前被你杀败 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 却很狼狈的从七条路逃跑 还有富足之福 也许我们不是千万富翁 甚至百万富翁 但是我们整个圣迹蒙神的祝福 我们有能力工作 谋生 甚至有能力在教会里服侍神 上帝祝福我们 还有多说一个 我们身为神儿女 就有这个尊贵地位的福气 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神在十四节下半段说 神必使你们做手不做尾巴 不做尾 居上不居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抬头做人 不要整天眼睛睛地看着地上走 神真的为祝福我们吗 真为照着祂应许赐给我们吗 肯定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的应许者 小故事说到两个小女孩 小宝说 我有十块钱 小美看着小宝的手的钱 五块而已 小宝解释 我有五块 今晚我爸爸说要给我五块 他还没有拿到五块 就觉得自己已经有十块钱了 他对爸爸有信心 知道爸爸不会说话 而不串述 那我们的上帝造天地万物的神 还会赐言吗 他说要祝福我们 就是会祝福我们 所以希伯来作家在第十章二十三节里 这样说 你们要坚定不已的 持守我们所认定的盼望 我们在基督里有救恩的盼望 有奉胜生命的盼望 因为他说 圣经里说 是应许的那一位是信实的 他不会说话不酸话 不会忘记 不会改变主义 因为他是完美的上帝 我们一直在享受神的赐福 好 众弟姐妹 我们来默想一下 在圣殿教会的洗年 你要上帝怎么祝福你 怎么样保护你 自己祷告 现在就祷告 等一下回去忘记 你在洗年 要上帝怎么祝福你 第一重的 上帝赐福我们 保护我们 好 我们继续看第二重的祷告 如果还没有祷告完 继续祷告 你一边祷告 一边听我说上帝的话语 好 二十五节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造你 是恩给你 这里的重点就是 耶和华脸光造你 耶和华是恩给你 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的脸光造你 就是强调神对我们的接纳 神与笑脸看着我们 他的脸光造我们 你知道我们本来是满脸羞愧的罪人 因着我们的过犯 不配得到天父的赐福 跟一切的好处 但是神就像耶稣说的浪子的比喻 你的父亲 那父亲就是无条件的原谅 接纳他的小儿子 远远看到小儿子回来 就什么 就笑脸的迎接他 父看到的不是浪子 你可以回来了 你愿意滚回来了 不是 而是怪他心爱的儿子回来了 我们过去 我们的过犯等等 让圣洁的神 眼面不看我们 因着耶稣的牺牲 神以笑脸 接纳我们 神以笑脸接纳 哎呀 神看我们 越看越美 越看越可爱 还不会祝福你吗 最好的就先给你 所以呢 诗人在诗篇103第12节说 东离西有多远 神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多远 东离西是不会碰面的 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过犯 神不再纪念 让我们也一起 来反思一下 我们蒙了救赎的大恩 会不会有时候 或者很多时候 还是钻牛角尖 看不开放不下 小小小的事情 小小的事情就不得了 中了愁眉苦年的 如果有的话 不要紧 我们新年进步 我们就是 牢记着 嘿 我们的天父 欲门 不要 立刻说 神 或者一些不良的 嗜好 行为 但是你就觉得 上帝你真的 很恩待我 有吗 现在就来祷告 说上帝啊 谢谢你 这么的 接纳我 无条件的 来欢迎我 来到你身边 我们现在来祷告 感谢主 上帝不仅赐福给我们 保护我们 耶和华的灵光造我们 赐恩给我们 我们就来到第三重的祝福词 第三重的祝福词 就是 二十六节那里说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就是耶和华向我们养脸 向我们个人养脸 耶和华赐给我们平安 好 什么是耶和华向你我养脸 当代一本圣经说 愿耶和华恩待你 耶和华向我养脸就是恩待我 好 刚才我们二十五节说 读到耶和华 读到耶和华使他的灵光造你 耶和华使他的灵光造你 那就是说耶和华 接纳我们 并且赐福给我们 二十六节那里说 耶和华向你养脸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强调的就是 耶和华上帝 所以 注视着你 看顾着你 恩待你 意思就是说 神转过头来 看着你 注视你 哦 当神 注目在我们的身上 他会看 不会 他会看到我们所有的需要 在当时的情况 当然 因为他 他说 他注视着我们 他 向我们 养脸 然后 如果是遇到什么的情况 他看到 他知道 他也 会 揭露来帮助我们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 学游泳了 那么 一堆意 请教练教我 教练说 去深水的 那边游 我说 不行 我不会游泳 等一下淹死我 教练说 你怕什么 我看着你 然后我就去 那么我就想 嗯 教练一定会 如果有 出了什么意外 他一定会来 英雄救美 对不对 那时候我还是一朵花 然后 诶 我不禁 没有淹水 没有淹死 还会游泳 我还会游得很厉害 我还拿了银奖 诶 哇 不知道你相信吗 过去了 不要讲 好 所以 当我们生活在神的注目下 我们的生命就有确定性 有安全感 有被保护的感觉 英文是什么 英文是 你还不平安吗 你请保镖 有时都会睡一下 神不会打 打什么 打困了 不会睡觉的 一直看着你睡 你睡觉他也看着你 好 所以 神继续的说 他吃给我们平安 他不是看着我们 他还是给我们平安 所以在诗篇33 18节那里说 但耶和华 看过敬畏他 仰望他 持爱的人 也就是说 对神注视我们 我们需不需要定精在耶稣的身上 也要 那么 你才知道 原来神这样这样的祝福我 不然 你都不知道 哇 不会懂得感恩 因为看不见 神祝福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定精在耶稣的身上 这里 经文说 平安 他 他定精在我们的身上 他是给我们平安 这平安是指什么呢 是不单指国泰民安 国民安居乐业 更是指我们基督徒 就是的地位 享有的主天的福气 还有在生活中 也得到神的祝福 人最希望 最需要的就是平安 因为在这个动荡不安 充满不知数的世界 我们最需要什么 神给我们平安 人生活有高高低低 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信心有平安 你知道你一定得到神的保守 一定能够走过去的 耶稣2000年前就知道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 一个真的需要 救恩的平安 耶稣就在约翰14节27 14章27节那里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 留到今天呢 今天我们还享受神的平安 还有把我的平安赐给你 我赐给你的平安 不像世人给的平安 今天给你明天又平安拿走了 不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 说到平安 我就想到 飓风 Hurricane 英文是Hurricane 这飓风是非常猛烈的可怕的风暴 可以持续一小时一直吹啊吹啊吹啊 把海面上的大轮船 也可以冲淤到半天 然后则为两段 或者把这个大轮船 万吨的大轮船从海面上吹到陆地 围坏建筑物高楼大厦 围坏了车辆还有桥梁等等的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在飓风的中心的部分 完全平静没有风的 也就是说 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 我们都有平安 万一神说 神有美意说 好 上帝愿意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面对某一些情况 你感觉到 哎呀 打击啊 这个难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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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折啊 挫败感 一直冲着你来 让你觉得 束手无策 感觉到灰心善胆 但是也记得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害怕 因为他是 他是真实的应许者 我们可以向上帝 加添我们力量 加添我们智慧聪明 让我们去面对 那个困境 并且信靠主 为 在那个时候 开一条出路 使万事互相效应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只要把需要告诉神 交托给神 做自己该做的 那神 出乎意料的平安 出乎人意料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那是菲利比书 第四章六到七节 兄弟姐妹 我们再次来默想一下 你是否正面对什么 困难 挑战 需要神 眷顾 吃你平安吗 家庭的 个人的工作的 关系上 与神关系上 等等的 就像现在 告诉神 把需要 献上给他 神赐福 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 是他的选民 神也赐福给我们 为什么 小故事说到 一位小女孩 走到妈妈的身边 问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小孩子总是 喜欢问这种问题 妈妈就把 女儿抱在怀中 轻声地告诉她 不为什么 只因 你是我的女儿 为什么 上帝 一定 是福给我们 不因什么 因为 我们是 他的孩子 我们就来到 总结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基督里 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享受与神 美好关系 以及属灵 各种的福气 在地上 有平安 跟满满的祝福 我们天天活在 神命定的福气里 每次回想到 神在我们身上 付出的一切 我们应该怎么 回应天父呢 这里给各位几个建议 每天以感恩和敬拜 回应神 喜乐地将自己 献上给神 为他来生活 天天学习 依靠神 渴慕他的喜悦 做他喜欢的 不要与神对立 学习 慢慢学习 不单单享受 与神美好的关系 也要享受 付给大人 就是帮助别人 为他人付出的 那种满足感 这是神给我们的 能力跟祝福 去祝福别人 显出天父 悦纳人的软弱 祝福给人的 那个美德 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 那么让我们每天 在新的一年 每天坦然无惧 在神的赐福 在神的平安中 继续的前进 我们一起前进 既然天父 是我们 蒙福生命的源头 有什么 比这蒙福生命 更好的呢 好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 蒙福生命的源头 你的恩典 你的真理 让我们心中 感到非常满足 我们以新 新宣告 耶利米苏 十七章 第七节 天父 你的应许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 有福了 天父上帝 我们依靠你 我们是有福的人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好 兄弟姐妹 告诉旁边的人 你是有福的 告诉他们 因为怕他忘记 你是君尊的祭司 什么 再来 你是君尊的祭司 你知道在耶稣里 你是世人的祭司吗 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好 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好不好这样 我们就用这祝福词 明书记第六章 24到26 彼此祝福 好不好 我们可以起立 然后 我们就来 你可以伸出 你祝福的手 向着旁边 不要向着自己 旁边 祝福你身边的人 我们一起来 彼此祝福 神给我们的 这个 这祝礼 好 准备 123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 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大家说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